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阿嬷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因为这一次的feet其实蛮特别的是因为 以往我基本上都是找我身边的朋友 那要嘛是还没有做podcast 要嘛就是宅圈相关的 那我这次算是请到了一位比较 虽然也会看动漫文化的作品 但是稍微有一点比较偏 就是圈外圈内的那种交界线上的 那她的podcast也基本上不是在讲宅相关的主题 所以这次算是比较特别的feet 所以我们欢迎阿嬷 嗨 哈喽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集其实是历史月的其中一集 那我们这个月的节目基本上会以 历史类的ACGN的作品为主 那当然大家知道啦 我们基本上的主轴还是漫画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前后 刚好这几集是以亚洲的一些历史事件为作品主题的漫画 对 但说是这样说 结果其实我们 我们几乎这几集亚洲为主的作品 几乎都是二次世界大战为主的 不是刻意挑选的 对 但是因为是刚好我们想要挑一些亚洲这边的作品 那也有台湾的人创作的作品 所以就刚好都是二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一部分是因为年代相近 所以资料很多 所以很多人希望可以把那个年代的作品画出来 了解 所以就是像有 例如说我说的台湾人创作的 就是由巴尔斯老师创作的1945夏末 那主角就是一个去日本念书的台湾女生 然后在讲她跟台湾的家人的故事 然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的 但主轴和主要地点发生在台湾 那我们这一部作品的主轴是发生在日本岛上的一般平民的故事 就刚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地方 去看待日本和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段历史 我觉得蛮有趣的 而且我因此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曾经在日本Gap Year的阿嬷 然后来Fit我们节目 所以就是阿嬷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 好 大家好 我是阿嬷 我主持的那个Podcast节目的名称叫做阿嬷片孙 就是该怎么讲 因为本身是有医师的经历 就是在做那个大众的卫生教育的这一块 想要用比较有趣的方式 里面也结合了一些那个情感教育等等的 我自己喜欢的主题 穿插在那个节目里面这样 我也是阿嬷片孙的忠实听众 感谢 感谢 那其实也许有一些我们的老听友会知道 我们二月其实就是我们的医疗主题月 所以我其实有点可惜的是没有请到阿嬷 然后来我们节目上Fit 因为那时候时间和计划上赶不及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啦 但是这次可以请到她非常非常的荣幸 因为阿嬷是一个见多世光的人 这样说 对 而且还去了日本GAPE了 对 我觉得很难相信 就是我 其实只去三个月啦 可是就是因为一部分是阿嬷还要学日文嘛 日文很难学 这不是我要说 对 然后但是因为日文有一定的程度 又待过日本 所以我觉得请她来跟我一起讨论这部作品 我觉得会蛮适合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部作品 我们终于难得可以请到一位会日文的人 来帮我们念一下我们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 这部作品 因为我是在Netflix看的嘛 那它的那个中文的名称都叫做 这个世界的角落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个翻译的片名 那它的日文的名字叫做 就是翻译的 我觉得就单纯翻译的这边 我自己是有一些感想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研究了一下 就是当然就是中国 香港 台湾 不同的地方它的译名可能会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像就是电影名称这种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去译译的 是意思的译嘛 就是说你今天因为单纯直接翻译过来 有时候会很无聊 举例来讲 我刚刚讲这个世界的角落 它其实就是直翻 对 它就是直接翻就是日文原本的 この世界の片隅 你直接翻过来 可是在台湾 我记得它是用不同的名字 它是翻成叫做 谢谢你 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 当然就是就单纯就翻译的 为什么这样子翻 我觉得就可以讨论很多 不过这边就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不同地方是有不同的译名 这样子 对 就是其实也有一部分 就是找阿嬷也是因为她会日文 那么我们可能在后面的 我们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比较后段 会提到一些动画跟漫画中间的 一些翻译上面的差异 那导致的一些争议 这样 所以我觉得请会日文的人刚好来 可能比较还蛮适合的 这样子 所以就还蛮特别的啦 但是我有问过阿嬷说 她有没有在日本碰过刚好跟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人事物 那可能因为阿嬷带的时间稍微短了一点 所以可能比较没有碰到 没有我就有碰到就是 印象深刻 当然就是几位香港人跟中国人 那个时候应该刚好是反重中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的确我觉得如果单纯就 就时代的一些远远 那个时候是刚好就遇到反重中刚开始 那记得也是刚开始两三个月吧 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遇到的香港人 他们基本上 当然就是让我感觉就是 基本上大家都是蛮团结的 然后大家对政府的立场都还蛮一致的 真的 香港人 我真的要对香港之上非常高的敬意 对啊 然后同时因为也有遇到中国人 所以说就是 就在更进一步的是不同的感觉 以前就会觉得说 就是以前我自己太把人民跟政府绑在一起 没错 可是到后面会发觉说 这其实是要分开来看 因为政府它是可以给人民提供 他们自己想要立场的教育 然后的确也有可能人民会 因为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他没有机会去理解 就是另外一面的事实等等 可是就我自己接触过 香港人跟中国人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把人民绑跟政府绑在一起看 会很痛苦 对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你活生生的人站在你面前 你跟他交流 你才能知道他的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 这样子讲好了 对 我很明白 尤其就是在我旅行的时候 我有碰过各式各样的人 那他们在他们的身家背景下的时候 他们的认知其实都会跟我们不太一样 其实甚至不要说其他的人 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年代都会有所谓的代沟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上一代跟下一代的价值观都会很不一样 那连生我们养我们的家庭 有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立场跟想法的时候 这种冲突多少是会的 那还有包括到阿嬷刚刚提到的说 政府和有时候政府会用为了自己的立场 然后去给予人民一些 算是灌输一些想法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国家公权力 应该算是国家机器蛮可怕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在这部作品中 我觉得就可以看到日本政府 那时候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如何的介入跟影响他们一般人民的生活 虽然说这部作品看起来 其实是有一点轻松取向的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那时候难听点就是 我觉得有点算是洗脑 因为毕竟里面真的有很多 他们宣传的文宣内容 真的是 我觉得有点不堪吧 以我一个 因为我们毕竟是台湾人 我们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下 是日本的殖民的一部分 我们有很多 我觉得我多少会站在台湾这边的立场 就是我没有 我还是很喜欢日本啊 真的 澄清一下 没有 对我还是很喜欢日本 我毕竟受到 就是日本的漫画影响这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这一些 就是我们不能够否认过 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 对那我自己其实也不太有碰到 二次世界大战跟日本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在旅行中的时候 有看过就是集中营 就是奥斯威星跟布拉格附近 有一个泰雷金集中营 就可以看到 你光是去那个地方 你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很可怕的气场 它不是恐怖 它是很深很深的哀伤 的那种感觉 就是 那当然我也不用讲太多 大家去可能Google一下 就是奥斯威星集中营 或是集中营他们里面的那些照片 你就会知道了 那还有包括我去看过布达佩斯 在二战留下来的地窖里面的医院 之类的 我觉得印象都很深刻 都是在德国吗 不是 布达佩斯是在匈牙利 然后泰雷金是在 泰雷金是在布拉格附近 所以算是捷克 然后奥斯威星是在波兰的南边 就那边都曾经是有过 你刚刚讲的 最大的就是波兰 那个奥斯威星 它甚至还有分不同的营区 这样 然后都是当年纳粹的 对 就是纳粹建立 然后留下来的 真的很可怕 太伤痛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旅行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觉得 不要把它当作像是观光一样的心态 我觉得更像是去 学习历史的心态 我觉得会比较尊重 以前 真的是以前像比如说 去过德国旅行的朋友 真的回来都是会分享说 真的你去德国就跟其他地方 或许有点不一样 因为德国该怎么讲 那时候印象是它是一个 是愿意反省的国家 真的就政府的立场来讲 他们把一些 当年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柏林围墙 还是说一些跟历史有关的 就是景物 他们没有打算要掩盖掉 这段历史的意思 他们反而变成一个 真的是经典 然后就是让后来的 就是去观光的人 他们也能理解这段历史 这样 对 我觉得其实这件事 蛮重要的 因为尤其像那时候 不是有德国总理 然后在那个 在那个墓碑前面 然后跪下来 然后跟犹太人 就是类似 类似就是对犹太人表现道歉 虽然说句实在话 你真的要说的话 可能也不是跟这个总理 有非常深密切的关系 但是 但是其实 他以这样的身份 去做道歉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意义重大的事情 历史的伤痛太多了 而且 不要说二次世界大战 包括到2020年 就是因为我们都喜欢听百灵过 那我很喜欢听的 还有包括转角国际的国际新闻 就2020年的时候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很多东西极端化之后 发生了真的很多的内战 无论是像什么 白罗斯 或者是什么 伊索皮亚 和提格雷阵线 还有包括到什么 亚再拜然 雅美尼亚的 纳卡地区 到现在的缅甸 真的是 就是 我有时候我觉得旅行完之后 然后在听国际新闻之后 我最后 最多的感触不是说 天哪 这世界怎么这么乱 我最深的感触是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 非常富庶 而且幸运的地方 我们可以离这些战乱这么远 我们明明是一个 很多东西都不清不楚的地方 然后人民的 很多的 什么东西不清不楚 你说清楚 就是不清不楚 我才说不清楚 原来是这样子 好 我们开头 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东西 很好很好 对 好了 但是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一条线 去把它就是定义清楚 尤其像那个 我去那时候巴尔干半岛 真的 因为他们 他们是一块半岛 所以不像台湾一样 我们再怎么样地缘关系 还是可以很清楚地分界掉其他东西 就是我们很清楚地去分野 我懂你意思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都会讲台海危机 可是其实如果就战略的角度来讲 其实台湾的战略位置是算还不错 没错 而且就不会像我说的那个是因为 那你要以什么地方为那个界限 你和其他国家的界限 所以民族国家政府 当还有包括宗教 就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个 你很难去定出那个分野的地方的时候 你的动荡就会变得更多 所以当大家没有共事的时候 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旅行完之后 我真正感受到就是 台湾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 虽然我觉得很多地方当然很不好 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幸运的地方 还有国家 没错 剪掉 好啦对不起 就是不小心就是开头讲了那么多 我们好了 我们这集节目没有要讲那么深刻的社会议题 不对我们要讲历史 好啦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那故事其实是从我们这个女主角叫做蒲叶玲 从她的小时候 然后描绘她在广岛的生活 后来她嫁到了吴氏 就是这个地区 之后 然后她在吴氏 就是看她的夫家一家人生活的情况 那同时就合并了二次世界大战下的那些生活 然后还有包括她在那吴氏也交到了朋友 反正其实重点就是日常生活 所以如果这个角色 她放在其他的年代 她就会是一个真的超级日常的故事 可是她偏偏就是刚好背景 背景就是故意塑造在二战的日本 对 而且还是广岛附近的吴氏 她距离广岛 就是被投下原子弹的地方 才距离二十公里 所以就是在动画跟漫画中都会看到 那个时候投下原子弹的时候 他们也有意识到那个炸弹的情形 所以我看 我觉得看这部作品 它最值得看的一部分 就是你会了解那个日本 在那个年代下的一般人民的生活 而不是去看到那些政府 国与国之间的战乱 没错 对 所以我想来问一下 因为阿嬷也有看嘛 对 你觉得这部作品 你如果要推荐给你的朋友 你会怎么讲 我自己啊 坦白讲 对于像这一类 比如说从节目简介 你可能一开始就知道 他会是讲比较严肃的作品 我自己原本其实是没有那么常看 一部分是我觉得说 像《萤火丛之墓》 我也还没看 叹气 我听到 就是这一部分你会觉得 我看了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又爆哭一波 然后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 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等我比较准备好了之后再来看 不过看完了这部作品 我觉得 首先做着讲故事的方式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他一些深刻的东西 因为毕竟是日常生活的角度 他其实并不会 就是太过缩较 他也不会太过 就是 当然沉重的是放到后面 可是我觉得到前面的节奏 我觉得对我这种不习惯 这种就是深刻严肃的 那个动漫作品 议题的人来说 是相对好入口的 对啊 在看的过程中 当然就是随着跟 随着跟主角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生活的过程 就有点在 跟着他的人生故事走嘛 然后走到后面 就是结局也是 让我觉得非常有意境 所以算是一个 会这样子跟朋友介绍的一部作品 对啊 我觉得其实阿嬷大概都讲完了 就 我会怎么样跟我朋友推这部作品 因为其实他跟市场上那一种 你要说有什么 故事的高潮迭起 好像也说不上 然后日常嘛 就真的是很日常 他怎么洗衣服啊 怎么样就是做家事煮饭啊 就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 其实就是他 同时可以掌握到那个细腻 可是他又不会让你觉得繁琐 然后你会觉得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吗 原来那个年代会做这种事吗 原来他们会吃这种东西吗 就像那个不是有一个男工犯 对 那个超好笑 大家如果有Netflix 可以直接就去看 或者是网路上就 就甚至有人直接还原那个男工犯 是这样 听说真的不是很好吃 好我知道 我是觉得不会想要尝试这个东西的 日本东西太多太好吃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主要也有看漫画嘛 那动画是有删减掉一些剧情的 那我讲的主要是漫画优点的话 我觉得他是把那种很残酷的现实 还有战争 却搭配上 主角是一个非常喜欢幻想的女性 所以他一边 把残酷的现实 搭配上那个幻想中间的世界 虚幻跟现实交错的那个 他在原作里面的 应该说主角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那个漫画 可是就那个电影本身 主角性格应该算是有点 就是 天然 天然呆 天然呆的 傻大姐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也很有趣 就是 今天算是 不晓得是不是作者刻意 应该就是 刻意的 刻意为之 不然 就是整部就 变得沉重 太沉重了 没错 那今天主角他将去设定一个就是 这人就是一般人民 而且他就是一个乐天的个性 没错 一个喜欢 喜欢画画 就是的一个女生 对 我觉得这是 让整个故事的步调 虽然你可以感受到战争的困苦 可是你又不会因此觉得 这部故事太沉重到难以下咽 的那种程度 就是看着主角们 就是一边很 一边过得很苦 然后可是又很自得其乐 你就会不自觉的就是 一边哀叹 可是又一边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是 可以 可以算是 增强读者对 剧中人物的同理 我觉得是很不错啦 所以我会很推荐大家 除了看动画以外 因为动画有删减掉一些角色的戏份 跟一些剧情 所以我还蛮推荐来看原作的 那原作和改编的动画中间 也有一些翻译 还有改编上面台词的争议 我们到时候会在最后面再讲 那我就顺道一提 就是动画的话 一定要看到片尾曲的后面 会有小小的彩蛋跟插曲 这样子 好啦 那么我们 就是接下来 我们可能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尤其是这个作者 我还蛮好奇的 就是请问一下 阿嬷 你也看过一些动漫作品吗 那你在我推荐你这部作品之前 你有听过这个漫画家吗 《河野时代》 不好意思 没有 没关系 我觉得要多少介绍一下 因为毕竟他的作品 真的不是很市场取向 看就知道 无论是画风还是到他的故事风格 那他其实是1968年出生 那他是出生在广岛县的广岛市 所以就可以看出他的背景 还有他的出生地 其实多少是影响他来画 这类型的题材的其中一个元素 那目前已经差不多52岁了 其实他不算是特别年长的漫画家 但也不算是就是比较年轻的漫画家 刚好差不多终身代吧 因为比较年长一点像什么 昭和24年组 那个花枝24年组 迪魏旺都 竹公会子 他们都已经70几岁了 还在画 对还有的 好的 对好的 但是他算是比较中间 可是他是比较稍微晚一点点出道 就是差不多快要30岁的时候才出道 以很多少女漫画来说 好像也没有那么早出道 但也没有很晚出道 也有三四十岁才出道的 也是有 但是他 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是 他说他致力于描写那种小人物的故事 所以如果有人有看过他的其他故事的话 像例如说我很喜欢的家庭主夫手记 跟街角花语人生 你就是跟这部作品很像 就是你看到这个角色 他可能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可能在某一个角落 就会出现这样的人 但是他懂得去萃取这一些平凡的人的人生中 很有趣的那种韵味 这样子 然后他都不是画那种非常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那种 像是少年Jump的那种男主角的那种个性 看得出来 真的 你要说女主角很爱幻想 但是也没有到真的很夸张的那种地步 就是他只是会在脑中想着 但是其实跟很多作品中的主角 很喜欢幻想各式各样奇怪的剧情比下 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 我觉得在他的故事中的风格比较偏这样子 只是因为刚好他的这一部 还有包括他比较早期有一部叫做 《戏兰之街英之国》 那个《戏兰之街英之国》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也很痛 也是那种很日常的很痛 它里面在讲的是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下 受到了原子弹的辐射的 那一些存活下来的人 活在自己可能随时会受到辐射影响 而死去的恐惧当中 的那种日常的人生 所以虽然封面一样看起来很可爱 可是很痛 我真的觉得很痛 这《戏兰之街》找到我这部里面 那后期就是到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历史 就是核弹被投到广岛之后 的确也有穿插在里面说 真的是用庶民的角度来看 有人真的就是因为受到辐射的影响 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病变等等的 其实在这部作品中也有提到 只是在《戏兰之街英之国》的主角 就是其中一个 那对就是他在画这些的时候 都是那种很轻描淡写的语气跟气氛 你去深思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沉痛 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他是少数 很掌握现实的人的 描绘的一种 蛮特别的漫画家 只是可能不是市场的流行 包括到他的画风 也不是那种很繁复很华美 然后看起来很有戏剧张力 就是构图张力的那一种漫画家 虽然说其实他还算有一点点小名气 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 就是推荐他 这样 那除了他的这几部作品以外 他还有包括在2019年的时候 他有画一部叫做《漫幅图谱》 这一部漫画 那这个漫画说是漫画 其实不如说 他发现他自己的妈妈 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看漫画 所以 然后他也看不懂一些漫画里面的一些符号 例如说 他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 那个思考的那个样子 就会变得很像是漩涡一样的 或者是他们很多形声字 就会放在旁边 他说他妈妈会看不懂 所以于是他就画了一本漫画 来教人怎么样去看懂 日本的漫画中的很多符号跟意象 这个主题蛮特别的 而且他里面的主角 其实是很特别的 就是首种之前有提过一个 叫做鸟兽戏画 就是一个比较早期 将动物兔子 或者是青蛙拟人画 之后去表现一个 莫名的挥鞋感的 故事张力的一种图画 那它是很像是漫画的前身 就是将动物拟人画 还有包括他表达的 那个画面的张力的这一点 所以他就是借由 这个画 鸟兽戏画的里面的 这几个兔子 青蛙 然后去讲解这一些图像 其实非常有趣 而且请不要小看这个 在2019年的时候 这部漫画讲的这些内容 被放到了大营博物馆的 漫画展里面 就是那时候是少数 你知道吗 日本的漫画 叫做漫画的这一个 艺术品 被放到了国际殿堂的等级 那是第一次 真的 而且他的漫画就是放在前面 给那些欧洲人去看说 原来日本漫画会 要这样子看 因为很多对我们来说 很理所当然的意象 可是对他们欧洲人来说 其实他们不懂 因为他们看的大部分 都是比较偏欧美式的漫画 了解 所以就可以看出 他的作品 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地位的 就是很特别 如果未来有机会 我是希望可以录个节目 来讨论我去 这个展览的一些想法 不过应该是 希望有机会 希望我们可以在顾虑 一周双根的时候 可以同时做到这件事情 总之他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漫画家 但是算是台湾人 比较陌生的 他出版的很多作品 基本上我都有买 所以我很喜欢 所以就希望 大家如果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好了 那么讲了一大堆的前沿 这算是前沿 但是好了 我们基本上就是 要开始讨论 故事的内容 如果就是很介意 爆雷的或剧透的听友的话 就是可以自己去 把这部漫画找回来 或者是去Netflix上面 就是看完这整部的动画 但是 这部漫画应该在 一般的漫画店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会直接推荐 直接买下来吧 讨论故事开头 先来问一下 阿嬷 你在里面有什么 很印象深刻 或者是很喜欢的角色 或者是剧情 可是我爸讲剧情 会不会就剧透了 没关系 对刚刚讲了 有防雷液了 对因为我是非常喜欢 推理作品的人 所以只要开始讨论剧情 我一定会采防雷线 我连那个时间走 都会写防雷 OKOK 非常的缜密 非常好 没错 我最讨厌 我跟你说 爆雷就是下一个爆的 就是你的头 包括剧透唯一死刑 就是这样 唯一死刑 爆雷 不是有句 什么爆雷一时爽 对 一直爆雷一时爽 对啊 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 第一个 因为我就是还蛮喜欢主角的 他主角的乐天的个性 他是可以 他不仅舒缓了 这个作品本身讨论议题的 那个沉重的程度 而且因为 作者刻画的主角 当然就在电影里面的表现 到后面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说二战结束了 日本输了 就是从那个收音机里面 大家听到啊 就是战败的那个消息 那以那个 以我们不是当事人的角度来看 休战代表什么意思 开心啊 终于战争 终于停止了 就是去当兵的 可以回家了 是怎么样 可是当下 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就是作者描述的 那个主角当下的一个反应 其实是非常的 该怎么讲 就是他是很愤恨不平的 没错 那当下我对他这样的一个 就是情绪 这样的一个安排 一开始会觉得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然后可是到后面 就是随着 就是作者他自己讲的话 我可以理解说 他今天的立场吧 他的立场就是说 都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没错 身为一个庶民 他能够奉献给国家的 也都奉献出去了 不管是在这场生活中 配合去 配合的防空演习啊 然后家里面真的是 他哥哥吧 去当兵 后来回来的是 就是一罐骨灰 对 这件事情 就是说都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 结果你换来的是一个失败 对 的这个角度啦 我觉得 不是当事人 就是不确定 就是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真实的去猜 不过在作者的描绘下 是可以去理解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想法的人 有可能会存在 也说不定 对 我觉得这一部分真的蛮值得讨论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女主角会这么的愤恨 可是乍看的确可能会跟阿嬷一样 就是会很惊讶说 不是应该很开心吗 就是欧洲那时候说什么 他们的战争结束的时候 是两方的敌军 他们的敌人会抱在一起 然后庆祝的那种程度 这样子 那还有包括什么 美国 那个不是有一个水手 然后就水手 水手抓了旁边的护士 过来亲的那种 那个画面 就是大家都是欢欣鼓舞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主角 他是活在了所谓的后勤 就是日本要不断 他们的国内 要不断的提供那些资源给前线 所以他们承受的 就是那个最多的资源 被剥夺的那一群 然后他们 可是他们在这种状况下 他们是如何的自得其乐 如何的自我说服 说这些都是为了国家 而且在漫画中 他就会画出很多 就是什么爱国的50英的纸牌 这样他里面就在画说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为国家付出啊 然后甚至他们配给的食物 越来越少啊 那里面就会发现说 女主角甚至还要去摘野菜来吃 就包括除了南宫饭嘛 我们有聊到开玩笑说 那个很难吃的南宫饭以外 他甚至还在想说 蒲公英草 要怎么样把它拿过来煮饭 怎么加菜 然后东西如果一旦少了 去黑市 就几乎是买一罐糖 要等于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这种程度 他们在付出了这么多 这么困苦 资源这么少的时候 他们唯一能够让他们 撑过这段日子的 是他们对这个国家 和这个政府的相信 说我知道你是为了一个理念 然后我认同你 所以我愿意付出 结果最后你告诉我说 没有这个理念 也是可以被放弃的 就是我的确刚开始会想 他说怎么那么生气 可是后来想想 啊对 如果是我的话 就是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样 就是我们全部站到最后一兵一卒 连我的所有的手脚 全部都被剥夺了 那没关系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理念 那结果后来发现 没有 就是这群人 还有甚至还有一些上层 日本天皇 都被保护得好好的 还在活在日本国内 他们不用上战场 不用上第一阵线 那原来他们是这么的 没有意义吗 就我觉得有时候都会开始怀疑说 那人 他们是不是存在 超级没有价值 的确 那只是说 当然就是我觉得任何有描绘到 战争的作品 我自己的出发点就是 当然就是作者的意图 当然 当然是会有一些反战的成分 对 在里面 那我觉得这部作品也是很好的 借我去描绘 庶民的那个生活 让我们知道说 今天身为一届平民老板 其实他到最后 比如说像主角 他那样的份额不平 并不是一直代表说 然后再去战斗 再去战争 是今天像刚刚那个 就是你说的 对政府的信任是 在一戏之间 是真的是崩毁 对 这就有点像是 你相信的这个世界 就整个崩毁掉 你没有办法接受 的那种强烈的怀疑 跟自我质疑的那种感觉吧 那种痛苦 我觉得其实蛮难过的啦 就是你会发现 虽然女主角其实有点 看起来有点天然呆大啦啦的 但是说不定 其实他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 承受了很多的压力 只是他很自得其乐 对啊 对 可是他可以自得其乐 也许就是因为 他相信着政府的 这一些行为是对的 结果后来他才发现 也没有 他的付出 真的一点价值都没有 真的超痛的 就是看一看都觉得 死亡重如泰山 但是他们好像真的是 轻如红毛 大家最胖的 当然就是说 像 最近一次的战争 当然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打到最后 到底是为何而打 然后跟最开始的理由 我觉得 有时候都不知道 是为了什么而战斗 那其实以前也听过 像这种 人命是慢慢的被看作是 看作是 好像单纯就是一个数字 没错 就是数字 可是真的 你放到现实生活中 是 一个生命的逝去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让人伤心的 真的 所以我觉得 好啦 又要感谢 还有觉得庆幸说 我们活在了一个 就算一个人逝去 我们都会如此认真的去 尊重 或者是尽可能 想要去保护一个 生命的社会中 而不是 在那个时候 你连哭泣都没有什么时间 你连为一个人哀悼 都没有什么时间 就是每一个人的死 真的都 看起来没有价值的 那种时候 我觉得看起来 才是真正的 我觉得最让人觉得 悲痛的那种情况 但是那个 就是那个时代的洪流 重刷下 真的是 看出战争有多么的残酷 跟悲催 但是好啦 我们虽然说的 好像变成很 很严肃的话题 但是其实这部作品 它本身的步调 大部分还是很轻松的 而且像是它的画风 它基本上都不用那种 现代的女性像作品 那种很繁复的画风 它是很像是那种 粉彩 蜡笔 或是铅笔 手绘的那种风格 甚至其实以一个 1995年出道的漫画家来说 其实是有一点点少见的 跟主流市场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 有趣的是 它在漫画中 它会借由改变 它的画风的风格 就是那个媒材的使用 然后来表现出 不一样的东西 像例如说在漫画中 它的朋友死去的时候 它没有非常直接的 画出它的朋友 死去的样子 它是用一种像是 蜡笔的风格 画出了它 然后再加上 它已经失去的右手 去画出那个画面 然后画出 它跟它的朋友 靠在一起的画面 可是它的朋友 跟后面的所有背景 其实已经被炸毁的 那些建筑物 都看起来好好的 但是是用蜡笔 一样的风格 可是只有女主角 林她本人 是用铅笔的风格 然后去绘制那个画面 很清楚的感受到 虽然这是一个 她的想象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然后什么活在 她的虚幻当中 然后更感受到那一种 回忆故人的那一种悲伤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看漫画 就是在她的动画中 因为可能篇幅有限 尤其我说 那个死去的朋友 就是在里面 就是帮她 在动画中帮她 指入的那个 算是游阔的那个 我们直接讲 就是妓女的那个角色 她叫做白木莉 在漫画中 其实我记得 好像在动画中 叫她脸 但是因为漫画中 其实有直接写出那个字 她叫她姓白木 那名字叫做令 就是令向如的令 那总之就是 他们的这一段故事 其实也影响 这整部作品的一部分剧情 不过因为动画的篇幅 有先就把它删掉了 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因为所以我很推荐 大家去看看漫画 她这部作品 为什么漫画会叫做 谢谢你在世界的异语 找到我 其实就是到了最后面 虽然说前面 有很多战争的悲伤 可是最后你也感受到了 可以活下来 还有生命的某一种的喜悦 你更感受到 你会珍惜活着的 这一段时光 还有身边的人 我觉得这是她到最后面 想要告诉我们的心情 所以最后的女主角 她灵就对丈夫说 就是周若 谢谢你在世界的角落 找到我 所以她就是除了 这一部作品 本身叫做 哦 你说日文吗 对啊 我要来请一下 阿嬷念日文 哇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不会念 没关系 对 但是她的中文 是这样翻的 可是我一样觉得 还蛮有意境的啦 就是我觉得蛮不错的 这样子 那么所以就是除了漫画 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以外 就是我觉得动画也 相当的不错 对 然后因为毕竟其实 其实我要说一句实在话 这个动画其实相当的传奇 比起现在目前大家 可以看到的市场上的 像我 像什么我们说到的 鬼灭之刃啊 还有咒术回战啊 这类作品 其实基本上就是 少年王道的作品 然后被动画公司 去改编出来的 但是这部作品 它从制作 然后到它最后上映 其实都蛮传说的 很特别 所以就是我要来介绍一下 动画的一些背景 对 那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部漫画本身 也不是走主流市场的 所以漫画家 漫画店可能不太会进 那可是 所以就不用说动画了 其实这部动画在 2016年的时候上映之前 它动画公司 其实是Mapa 算是大公司吗 对 算是大公司哦 然后Mapa 如果要说的话 它出版过几个比较有名 就是我说的咒术回战嘛 现在的 还有一部比较早期 我很喜欢的叫做 《板道上的阿波罗》 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也好好看 我超爱 对 但是好啦 那导演叫做 卡塔布奇 苏纳 就是叫做 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是日文的汉字啦 但我 把它念作类似的字 叫做 骗冤须职 叫做骗冤导演 这样子 那这位导演 其实蛮大咖 你有听过这位导演吗 他有没有什么 就是经典作品 记得他有参与过 宫崎骏跟那个 高电薰的几部动画的制作 但是是哪几部 因为宫崎骏的作品太多了 是 一时有点忘记了 没关系 对 但是总之是一个蛮大咖 而且其实蛮博学多闻的 一位导演 就是动画导演 就蛮厉害的 那这部动画的制作人 是跟金敏大师合作过的 叫做真木太郎 为了要拍这部动画 其实这个导演 还甚至去当地 就是取材 就去无视跟广道 这样子取材了 至少三年以上 所以我觉得 超认真的 我真的有时候 对于日本的考究 觉得非常的特别 就是他们怎么可以 这么认真 这样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 因为那个时候的 经费有点不足 所以你知道这部动作 这部电影动画 它不是完全的电影公司 自己投资所有的钱 就是也有募资就对了 对 OK 在那个时候 其实很特别 因为很少很少 电影跟动画 动画电影会募资 哦 所以 就是他们碰到 资金困难的时候 那时候 业界其实是很不看好 但是多少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知道就是 动画多少 就是想要画出 就是为什么会有动画 是因为它要画出一些 现实中 不存在 或是很难表现的 那些东西 可能魔法啊 喜欢世界啊 超能力啊 等等的 可是这部漫画中 就只有日常的吃饭 衣服 对就比较现实 我觉得有人说 它比较反动画啦 我虽然觉得还好 但是我可以明白说 为什么它的动画公司 会不看好这部作品 然后没有人想要投资它 应该是说就是 像刚刚你说的 就是今天面向大众市场 然后每一家动画公司 它手上同时负责 一季 当季一起的作品 甚至有说 资源就是那么多 你今天要分哪些 就是在一些 比较单红 就来讲 可能这个公司 同时在做 鬼灭之人 可是它同时手上 它其实还有其他的 动漫作品在做的 没错 那到底在一季之中 你怎么样去分配这个资源 其实也是一个 需要被选择的事情 真的真的 所以他们当然会选择 就是相机比较足够的 因此这部作品 真的就是有资金困难 于是他就去募资 结果他们原本还缺了 两千万日元 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 三月初开始募资 你猜猜看几天达标 两千万日元 我用天在算 对 用天 OK 那我猜 很快达标 超快 OK 那我猜可能 两礼拜 更短一点 超强 几天内 这样在一个礼拜内就 没有到一个礼拜那么短 对 差不多两个礼拜内 七 八 十天 对 十天打标 然后最后他们在三个月内 就是到五月的时候 结束募资 募到了三千九百万日元 就是哇 就是完全就是开拓了 我不知道算不算 开拓另外一个市场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是说 日本的动画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偏向于动画电影的观众 或者是电影的观众 他们期待着 没有那么市场取向的 其他作品 我在想会不会是 这一部分的口味 在这个时候被激发出来了 因为毕竟 日本的电影跟动画 其实会用募资的方式 几乎前所未闻 不过我自己对这一块 没有很了解 但是就这个故事本身 我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把它放到募资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就是今天 你今天阅读完 比如说你知道了 原作的作者跟导演 他们想呈现的理念 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 对于一般民众来讲 就是会是一个 如果是我啦 如果说是我活在那个年代 我知道这个募资活动 我也知道 他们想传达这个理念 我就是马上 马上响应 对 可是10天打标 还是很不可思议 对 这个蛮厉害的 而且更不用说 它刚开始上映的时候 其实也不敢说 就是他们想要 一下就达到很高的商业的成功 所以他们刚开始上映的时候 只有60几间的剧院 就上映这部作品 连在日本本地 也不是每一间戏院都上映 对 只有60几间 就全日本只有60几间 结果后来的口碑 就是不断的累积起来 所以后来到 几乎全日本有 听说好像将近300多间剧院 就是全部都上映 然后票房达到25亿日元 25亿 虽然说是日元 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投资 应该还是不少钱 可是 我觉得还是很难 就是我自己都 我自己身为一个 没有那么看动画电影的人 我都不太对 这样的动画 有太大的信心 就可是他 因为他是被募资起来的 所以就是 我觉得很特别 但是这部作品 他最厉害还不只是这个 他不仅是叫作 他其实也很叫好 那时候 他得到了当年的 电影金像奖的 动画电影的奖项 但是因为他是 动画电影的奖项 就每一年才出 那么几部动画电影 金像奖是有点像是 那个 就是像是 你说的是日本的金像奖 然后是有点像 台湾的金马奖的那种感觉 类似 然后里面的动画 动画电影类 对 但是说句实在话 因为每一年出的动画电影 就那么几部 对 所以选其中一部就算了 但是他另外一个 得到一个特别的殊荣是 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 影评杂志 叫做电影寻报 这个寻报上 这个电影寻报 它里面 他会选择每一年 当年的最佳电影 然后他得到了 当年的这个最佳电影 他不是只有动画电影 他还得到了最佳电影 就可能这样乍听 还想说 那就是一个最佳电影 那要怎么样 那你知道前一次 前一次 在这个电影寻报中 得到了最佳电影的动画 是多久 以前的作品 还有包括是哪一个人的作品 他这个 听你讲应该是说 他这个最佳电影 是不只是动画 他是跟其他 全部当年度的电影 一起竞争的 对 今天其他真人的 那个电影都一起 那上次 得到这个最佳电影的动画 非常之少 那我来猜一下 上一个应该是大作了 对大作 台湾人一定都看过的作品 OK 那我猜 是宫崎骏的 是 好 那哪一部 哪一部 霍尔的移动城堡 不是 神隐少女 不是 魔法公主 不是 我想想 宫崎骏的 然后因为 因为我之前是有印象 宫崎骏的作品 在台湾的 就是 算是 前几的排行榜 不过在日本 可能会不太一样 而且他应该是 可能他们自己 电影寻报 自己影评人 可能有他们自己 选择的标准 所以说选的人 这个不是票选 这个是影评人 对 他们是历史 非常悠久的影评 OK 对于影评人来讲 宫崎骏 值得得到 当年度最佳电影 这部 这部 不是 因为他算高电薰的 OK 那 其实这部 我看到他得奖 我也蛮惊讶的 是惊讶 那 红猪 不是 龙猫 对 可以算定番 可以 我就想说 哇塞 都快讲完了 对 都快讲完了 没有啦 重点是 这30年前的事了 他是2016 还2017年的时候 大概得到这个奖项 然后前一次 就是龙猫 一部动画电影 然后得到了这个殊荣 1988年的时候 已经很久了 对啊 30 隔了30年 代表说 对于当年度 就是影评人 纵观当年度的电影 觉得 就是这部 实在是实属佳作 对啊 选成 而且基本上 因为毕竟日本其实电影也出 也出非常多电影 所以你要在所有的电影中竞争 然后得到这个殊荣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外国电影也是一起接受评选的吗 还是那个是只有日本 应该是只有日本自己的 不然的话 我们的金马奖也没有那个啦 也没有算外国电影 就是算是蛮保护的一个 就是可能是以我们的创作作品 那可能他还有去 其实但是他也有代表日本去其他一些营展 就是也有去展出 然后跟竞争啦 了解 但是总之他 我觉得这部作品真的蛮特别的 就是他 他不是一部 被动画公司本身看好的作品 他是一部募资的作品 但是他同时可以得到 不仅叫好也叫做的方式 然后得到各式各样的奖项跟殊荣 就而且他不仅是 包括这些影评奖 他甚至南瓜了几乎 当年的几乎很多什么 动画电影奖 然后什么导演奖 然后甚至连女主角配音都得奖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啦 就是一部 我觉得应该要拿出来 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特别的地位的一部 是 难得的动画 对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他特别而且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来讲一下 他的争议了 好的 来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在漫画中还有动画中 他的台词上面 使用的台词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看过漫画的人 如果你是大概2016年或2017年之后 重新再版的版本的话 这部作品的台词也是有改的 在那之前 阿嬷在前面的剧情就有提到说 林 他在听到了那个投降的广播的时候 然后他就非常愤恨的跑去了 跪在田里面 然后大哭 那么在这一段时候 在漫画里面 他大致上 而且比较早期的台湾的翻译版本 也是这样写的 他其实是说 原来日本一直在用暴力 要其他的国家屈服 结果被另一个国家用暴力制服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真面目吗 真希望我也能在发现真相前就死去 那从这之中 阿嬷你可以感受到他怎么样的心情呢 本身是创作者的话 那比如说在看一个作品 与其去单纯去感受 比如说作者的安排 我比较会从 比如说用站在作者的角度 为什么他想要去安排这句台词 那原版的话呢 如果他日文真的就是这样子讲的话 然后中文就是直译的话 那其实就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是一个创作者 有一点感觉到说 就是还蛮浓厚的反战的氛围 就我自己的解读会是这样子 对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争议的地方 因为其实在这一段话 就是包括日文的原文当中 其实感受得出来是 林他感受到了原来 他认知到了一个真相 我觉得他的意思更像是说 原来日本的政府并不是一个 像他想的这么正义凛然 或者是维持自己信念的一个政府 他们有一些做的事情是 用暴力在让其他的国家 在被他们制服这件事情 他那个时候 而且在漫画中 他还有画出了韩国的国旗 可是在动画中 他变得非常遥远 飘一下 就在那个屋顶上面飘了一下 对 然后可是在 因为我这边我要给阿嬷看一下 就是在漫画中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会看到说 他的韩国国旗其实非常的大 然后而且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是有被改变过的 就是他真正的句子 是我刚刚大概讲的意思 那我也可以给阿嬷看一下 他的那个 好来 他的日文的原文 对 我有把日文的原文 就是现在给阿嬷看一下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其实在这一段中 林他想表达的意思 更像是说 他认知到了自己的国家 在施予一些 对待一些其他的国家 是施予一些暴力的对待 那从中得到了一些资源 但是他认知到了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 为什么日本会投降 就是因为 当他们受到了 另外一个暴力的对待 就是像美国 给了他们两颗原子弹 那最后他们只好投降 原来他们的秉持的理念 是这么的简单的 是可以被颠覆的 其实就是一报之报 那么其实自己国家的理念 跟坚持的东西 其实也不过如此 他才发现到 原来这才是这场战争的真相 对 可是在动画中 他把它改成的是说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暴力屈服吗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 再加上那个画面 就把韩国的国旗 就是变得很远 就是稍微飘一下 有哦 但是有飘一下 对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把这一段 就是在网路上 还有包括日本 甚至在韩国 也有兴起一阵的风波 就大家可以把这一段 在网路上 大家讨论的文章 都拿出来看 就是不是我故意 要去偏颇这件事情 那我买到的版本 是2016年或2017年之后 又重新再版的版本 那他在漫画中 他这一段我说的 变成比较 感觉有争议的对话 他是讲成这样 他说 这是要我们向暴力屈服吗 意思是我们得向暴力低头吗 这样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 就会被塑造出来 就是一个是 他认知到了自己国家 做错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是 他觉得自己的国家 只是输了 他没有觉得自己的国家 做错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会在 那时候台湾跟韩国 其实有兴起一阵讨论 这一段话的风波 就是这样子 但是其实有人在访问导演的时候 也有问过这件事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的很多人 他们并没有认知到说 自己的国家的 什么正义 大义 这种东西 他们只在当下 只觉得说 自己的国家的后勤 后勤的提供粮食 或提供资源的能力不够 所以他们输了 很多人在那个年代 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们并没有认知到 自己的国家做错了什么 所以他觉得 既然林是一个 一般的家庭主妇 那么他应该就不用去思考 这一部分的事情 这样听听 虽然很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他会完全的 偏离了刚开始原作 他想表达的东西 他不是说 删减剧情的这么简单 它是一种 这个作品的结局的核心 会完全被改变的 一个改变的方式 就是其实在遇到 这种改编的作品 不管他的原作 有可能是新小说 有可能是漫画 那反正改编 在改动的过程中 其实坦白讲 有的时候 就是导演 一定也会有想要 他想要表达的事情 那这中间 当然如果是一个 理想的一个团队合作 通常是会跟原作作者讨论 那我自己 就是觉得 通常应该都是 在原作作者的许可之下 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改编 但是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改编的权利 已经被卖给动画公司 或者是已经 在出版作品的时候 已经给了出版社的话 那么就是由出版社和 或者是出版社 已经给了动画公司的时候 那就是由他们拥有 改编的权利 因为我不太决定 像刚刚那个事件里面的 前因后果 是到底是原作老师 他知道作品即将会被做修改 还是他在不知道的状况下 就是这个权利交出去了 可是最后被改动了 他没有办法去 对啊 就是比较 比较麻烦 不过至少 就是目前就 已知事实可以知道 就是很明显动画导演 他会做这样的安排 一定是他有另外 他自己想表达的事情 对 就像我刚刚说 就是也有人问过他这件事情 那他是觉得说 因为林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他应该不会去思考到 那么多的问题 了解 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要说的话 以我的角度 我觉得我同样的回归到 最后我还是一个台湾人的身份 就是我 这是我很少去意识到说 原来我是一个台湾人 然后在看这么一部作品 有时候 有点难以接受 其实有很多人 是在认知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这种作品 其实就是在 在那个时代下 哪一些人 哪一些历史发生过了 然后我们必须认知到什么事情 更像是这样 然后但是他把它这样改 就是不同的 就是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对啊 因为今天就是作为一个 阅听者的话 你解读的方式 然后当然有差异 然后就是 我觉得不论哪一个选择 都一定是有好有坏 你选择改动 一定都会有 你因此而 可以得到的效果 可是一定也会有失去的东西 对 哇塞 阿玛你真的好中立哦 对啊 我就是个中立的 就是 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 需要去了解背后的原因啦 就是说为什么他今天这样子做 我今天有没有办法 就是我在不喜欢一个东西之前 我有没有就是够了解他了 真的了解 好 那我就讨厌他 对啊 对 可是因为 因为其实导演有被访问过 然后他的回答 其实 就是说一句实在话 我不是很能够接受啦 不过我说了 因为也有一部分是 因为我站在台湾人的角度来看嘛 哦 你是说在访谈中 他揭露了更多 他自己的价值观跟立场 呃 就是因为我说了 他说他觉得 林不会想到这种 更像是国家立场的东西 嗯 这样子 可是 你要说的话 其实我觉得林 他是一个 他虽然大辣辣的 但是我不觉得他本 他只是 逆来顺受 对啊 他是一个逆来顺受 你要说他不会认知到这件事情嘛 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好吧 可能每一个人对于角色的认知 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 我只能说 好啦 我很喜欢原作他 中间带给我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被改编掉 我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 但是可能也许有一些人 会觉得说很有道理 好啦 大部分目前觉得很有道理 都是日本人 哦 所以我算是少数 就是我算是少数 哎 是台湾人 可是觉得 不会觉得跳痛 的这种 如果不以任何立场来看的话 我会觉得 说不定他真的是 这么想的 说不定这个导演 说不定真的是这么想的 但是 可是在听完访谈之后 就是 就会有不同的感觉 对 但是那个访谈 其实也是讲的这么简单 但是 就是那个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 他不是一个 他没有讲的那么绝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上 你知道我不是说 那个画面 那个韩国国籍远到 那个你几乎看不太清楚 他是韩国国籍的那种 就是有一点想逃避 这个问题的感觉 我就很想说 你真的不是想逃避吗 可是他都这样讲了 谁知道呢 就是我会觉得 有点过不去啦 但是说句实在话 你要说的话 这部作品 他仍然是几乎是 完全的呈现了 故事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 我还是会推这部作品 只是我会同时推大家 还是去看看漫画的原文 那如果你看到 是已经台词 翻译的台词 更改过后的版本的话 那可以去找找看 网路上这种 有争议的内容 我觉得去面对这些争议 然后去理解 可能日本人 台湾人或韩国人 在面对这些历史的 想法跟立场 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个看这种作品之后 学习到的东西啦 是啊 对啊 但是好啦 强调一下 我还是很喜欢日本的漫画的 就是他们影响我非常非常多 只是我不能否认的是 就我之前有跟阿嬷 讨论过的那个光之风嘛 就是 就是一个 他是真的是很少数 我最后没有办法 接受的那种程度 我的小伙伴也每次都爱批评 也不能批评我 就是他们都爱碎碎念说 就是每次只要跟我 讨论起什么话题 或者讨论起什么作品 就算本来很轻松 最后就变得很沉重 代表是还蛮深入的 就是再跟深入的去讨论 我喜欢深入的讨论一些 故事背后的议题 就是除了他故事本身 就是可能哪里写的好 像例如说这故事 当然本身我们前面也有提过 很多很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他为什么会这样化 还有包括一个故事的核心 可能是从什么东西衍生的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部分 所以像就是我之前为了monster 就是普则之座的monster 去布拉格 或者是很多地方朝圣的时候 我觉得最重要的 并不是去这个场地 然后拍完照 然后就没了 而是这个作品 它带给你的感受 还有包括到这个故事 它的背景 然后让我学习到的东西 才是为什么 我会这么喜欢 这部作品的原因 好啦 就是 所以没关系 就是还有认真 听到这里的听友 就是感谢你 听了非常沉重的一集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 我们历史乐要 要开心到哪里去 很难吧 对啊 历史乐的作品 每一个 就是我们提的什么作品 要嘛就战争 然后要嘛就是 各式各样的历史作品 都很惨啊 历史就是一个 人类学习残酷人性的 一部教科书啦 我觉得 好啦 那么我们差不多节目 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那总之这是一部 我觉得 把枯燥乏味的人生 战争下的日常 然后描述的有 有趣很生动 然后不会乏味 这样子 然后又可以看到 非常写实的战争状况 因为其实里面有非常多 那时候日本政府 做的很多事情 还有包括他们日常生活 做的很多事情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他把所谓的现实 历史 然后配合 日常的 生活有趣的东西 很像光谱的两端 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很不错的作品 这一部就是 我觉得他反其道而行 走出了跟市场 反向的道路 可是仍然做出了 相当成功的一部作品 所以我会很推荐 大家去看看他 所以阿嬷 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 有什么想跟我们的听友 说的吗 说的 对 没错 我觉得这部作品 是当然是再度推荐 对啊 然后我觉得像这样子 全面的去看 一部作品 它有好的地方 当然也会有一些 可能你觉得美中不足 像刚刚我们讨论了很多 关于改动 就是它改编成 那个动画之后的一些争议 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 认识一个作品 更加全面认识 这个作品的一个契机 对啊 就觉得是还蛮 还蛮不错的 嗯 真的 就是我觉得 在看这部漫画 然后在看它的动画 演出来之前 其实我都没有想过 这么多 我也不知道它改编之后 会这么有争议 但是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可以把漫画跟动画 都拿来看 然后认真的比较一下 那我就说了 唯一可惜的是 就是里面那个白茉莉 就是那个女配角 她的故事 没有完整的 在动画中呈现出来 这是唯一可惜的地方 因为这个角色 她在里面有说过一句话 她是这样跟林讲的 因为她跟林后来 就女主角变成了好朋友 对 然后她就跟她说 她说即使人生少了些什么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也还是可以找到 自己的安身之处 这样子 这句话其实对林 有蛮大的影响 跟她后来她对于一些东西的看法 是有影响的 唯一可惜的是 因为动画的篇幅的关系 删掉了这一部分 所以稍微让林的心境的转折上 再更突兀了一点 但是所以漫画中 我觉得还是蛮推荐看的 尤其这个白茉莉 是跟林的丈夫是有关系的 对 好了 那么就是 基本上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如果听友喜欢 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在Apple Podcast上面 给我们五星评价 加留言 那如果想要跟我们推坑 或是聊天的 可以来我们的IG Plan或粉专 这样子 上面留言的话 我们其实都会回 或者是来我们 就宅宅相关的Podcast 建立的Discord 叫做ACGM Podcast 地下城 就跟我们及时互动 感谢今天就是有 非常认真的 去日本当地生活过的阿嬷 来跟我讨论这部作品 这样子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阿嬷的频道 请问叫做什么 阿嬷佩孙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要偷笑 就觉得 各种意味深长的 这个Podcast名称 如果想要了解 为什么叫这么奇怪名字 可以再去听 我们节目的EP里面有说 对 会是他的听众质疑 就是我觉得他分享的 有一些题目跟访谈 都蛮有趣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 阿嬷访谈我的那集节目 好 我们是一个Podcaster 也像YouTuber一样互相Feed 对 虽然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频道的性质 好像不太一样 听友不知道会不会去 OK的 就是彼此导流 但是好啦 希望可以这样子 对 好啦那么就这样了 希望我们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请到我们大咖的 网红阿嬷 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么就这样子咯 大家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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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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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